股票的跌跟伊朗的形勢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到目前為止 油價 我們錄影的時候 油價是下跌的 很奇怪 本來應該早還跌 這就代表了油價的下跌 背後的因素就是擔心衰退 所以股票的跌是擔心美國衰退 如果你願意給我一點時間的話 我是比較想要談一下 股票的次大利空 對臺灣的經濟 其實影響是非常大的 可是伊朗呢 萬一他的戰勢是比我們預期 還要來的大 一定會有反擊 但是這個反擊 如果比我們預期還要來的大的話 他可能會讓全球的金融市場 雪上加霜 我先講一下伊朗的情勢 他其實確實會比四月份的時候 可能要來的更嚴峻一些 那我覺得約旦的外交部長 去訪問伊朗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如果你回頭去看 伊朗每一次跟西方有重大衝突 尤其跟美國有重大衝突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去看一些 那種回憶錄啊 或什麼等等之類 你就會發現 美國跟伊朗之間 其實是有秘密外交管道的 所以他們的秘密外交管道 可以讓美國充分的知道伊朗 可能伊朗就會告訴他說 那我要反擊到什麼程度 但是我不會傷到你美國大兵 所以那一次呢 他們的這個蘇聯辦尼 被暗殺的那個事情 是美國幹的嘛 那當時伊朗呢 其實他去攻擊了很多美國的 在中東的基地 但是美國的中東基地雖然有損害 有這些財產上的損害 但人都撤光了 就事先得知而撤光 好所以大家面子上都過得去之後呢 事情就可以不了了之 但是這一次你會發現美國 第一他動作特別大 他派了林肯浩去 他派了他最強的艦隊 然後到了中東地區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派了約旦 我去過約旦 約旦是中東數一數二的窮國 因為他沒有辦法產石油 所以他非常的窮 我們剛剛還有在這個 過去我們有一段期間 其實也是我們很重要的 援助的國家 那麼約旦呢 他最主要的裁員 其實就是美國的援助 所以呢 美國要他往東 他就要往東 美國要他往西 他就必須要往西 我覺得正是因為 美國跟伊朗之間 這個秘密外交管道 恐怕斷了 才需要約旦來跑這一趟 恐怕就連約旦 也不見得很清楚 知道伊朗的報復的範圍 有多大 但是我這邊 其實特別提一點 就是我這幾天 在看伊朗的情勢的時候 看到紐約時報 他們刊登了一個首席 歐洲外交記者 鄂蘭格 他所寫的一篇文章 全篇通篇 痛罵大坦雅胡 痛罵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不惜 冒著整個區域的 全面戰爭的風險 引爆 然後他要去挑釁 然後根本就是一個目中無人的無賴 無賴這個詞是紐約時報的這一位 專欄作家所寫的 這個首席的歐洲外交記者 所寫的 裡面就提說 他為了保自己的位置 怎麼樣去跟極右翼的合作 如何如何的 但是我很想問的是 以色列今天變成這種目中無人的無賴 是誰造成的 今天以色列這種攻擊伊朗的行為 你也覺得說這是糟糕的事情 那麼這件事情引發的可能的全面性的區域戰爭這件事情 你也認為這個是讓全世界都拖進去的 但是你美國的做法是什麼 是派了最強的艦隊去保護以色列 然後你在安理會當中 聯合國開了緊急會議 要來調查這件事情 要來譴責這件事情 誰投了反對票 美國 英國 法國 所以熟任置之 所以今天到底伊朗的反擊會議 理論上來講 他其實很難造成真正的區域全面戰爭的風險 但是我覺得現在美國的緊張來自於他們沒有消息 阿伯永平 你這紐約那麼久 紐約那麼多猶太人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比猶太人好 不是 因為猶太人長期掌握美國的兩大關鍵 一個就是媒體圈 一個就是他的金融圈 而美國的這個政治花費 我昨天還跟那個佐政東教授碰面 結果我們就講到一個有去的現象 臺灣的政治花費其實有在減少中 不是沒有 你看去年您剛經歷的總統大選 跟我們講十幾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那個花費 我們是有在減少中 可是美國不是 美國的選舉 每一次的選舉 都以百分之二十跟百分之三十的這種比例在成長 那那是天文數字 對不對 現在不是在講說那個賀錦麗 募款多麼了不起嗎 那個數字一起來都是驚人的 什麼三百億 怎麼多少 對那是美金 我是說都換成台幣都非常恐怖 都好幾百億 那我要講是說 可是他這個還不是像川普去跟那個石油商 一下子就要求一 billion 對不對 這個這個就代表什麼 美國的選舉就全部要靠大錢砸 因為美國那麼大的地 你人根本不可能見面 你要做很大組織 你要花很多的錢做地方的各種的廣告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呢 回答剛才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以色列對他的影響力那麼大 因為猶太金主啊